那挺好的呀 那我以后见你 是不是要叫你组长大人了 没这么简单 父亲还让我回去取月营 你答应了 我当然没有真的答应 但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 我就肯定没办法回来 更见不了你 那你之后怎么打算 我打算解决完眼前的事了 再回去找他摊牌呗 到时候要打要骂随便的 反正我现在只想一心跟你在一起 叶会长来了 我打算解决了 文轩好一点了吗 好多了 睡着了 你也辛苦了 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吃个便饭吧 上次远至的事情还多亏着你 应该好好地感谢你啊 可是医馆这么忙 我看还是 装什么腼腆啊 我爹让你去 你就去呗 客气什么 是啊 跟我们客气什么 那文轩怎么办 阿瑶一会儿就回来了 再说还有丁香帮忙呢 没事 走吧 陪我喝两杯 好 来 你想留下也行 但是得先答应我 等这件事解决以后 你立刻回神木族和月影完婚 然后继承我的位子 来 星辰 走吧 好 走 二人慢点啊 冰箱 有需要再过来 云长跟星辰呢 他们刚刚回了叶家 好像是老爷请星辰吃饭 我猜一定是他们好事将近了 真是替他们高兴了 叶云长还说什么公平近程 到头来为了得到星辰 还不是用尽了手头 看来我不能做事良机了 明镜需要看来 那个 5分钟 后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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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来找云长的吧 嗯 他回家了 那我去趟他家 正好拜见拜见 我未来的岳父他人 叶会长确实要跟未来女婿好好喝一杯 增进一下感情 多谢楚姑娘吉言 可惜那个人不是你 他今天请星成回家吃饭 谁 请谁吃饭 为什么和他吃饭 你就别去了吧 都没面子 不行 我得去看一下 还有 东西准备好了吗 今天真是开心啊 星成 你今天可是我们叶家的贵宾 千万不要客气啊 多吃点 好 我还特意开了两瓶陈年老酒 来试一下 夫人 你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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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爹 这酒是我姐出嫁时候喝的 怎么给她喝了 沐星成是你姐的救命恩人 怎么不能喝啊 喝 来 行成 我们家云儿啊 那可是万年挑衣的好姑娘 人漂亮又聪明 你要好好地珍惜她和保护她 小妈 你看我们家云儿还不好意思了 我就看人家星成啊 一表人才 你们两个啊 那是绝配 我眼光不会错的 姐啊 要我劝你啊 就擦亮眼睛 这有的人呀 他表面上呢 倒貌黯然的 背地里呀 可是个死亡呢 远之 别乱讲话 你这个小子 说什么呢 你 行啊 吃吧吃吧吃吧 吃吧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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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远之 别胡闹了啊 不是啊 爹 他偷情我姐 他不是色狼是什么 叶远之 他就是大色狼 说对了 他就是大色狼 真天 你来干嘛啊 我来替远之弟弟作证 伯父 伯母 我上次亲眼看到他 和楚天遥在房间里 轻轻握握握握握 他不是色狼 谁是色狼 你胡说 他是什么样的为人 我最清楚了 我们俩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还有 他不是色狼 也不是流氓 他也没有脚踏两条船 也没有偷亲楚天遥 倒是有些人 一天当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行 你不信我就算了 但是伯父 我还得跟您出件事 上次连杀两个武功高手的刺客 很有可能和齐兰德商行有关 齐兰德商行跟我们打商业战 他输了不甘心 这也不奇怪 宋子清也是引流社的人 同时也操纵着齐兰德商行 有所举动 也理所当然 所以 如果不趁早把齐兰德商行铲除的话 日后 可能会对叶家不利 有劳乔局长了 来 我敬你 我就不跟你喝了 我跟沐星辰喝 我不剩酒力 要不然我先走你们喝 医馆还有事呢 别啊 酒还没喝完 除非 你不敢跟我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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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我今天回够了 我走不了了 原厂的房间在哪儿 快扶我去 我需要 躺一躺 喝多了是吧 我没喝多 走 走不走 我走不了 这是我家 走 我不回去 你也会这样 我们先走了啊 你们 你们喝点啊 你们俩小心点啊 放心吧 慢点 真是 来 我们吃饭吧 小山 齐飞 小山 老板 今天晚上我要处理一些私人的事情 你们先下去吧 下 好 小山 我 子 还有一天 要是 有点 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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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演唱 走 你 小秀 没事吧 你怎么才来 又让他给跑了 没事 他已经中了毒 活不了多久了 大山君 大山君 你怎么受伤了 云海市的人太阴险了 居然啊 两名武功前十的人 一起对付我 看来 他们已经有所防备 大山君 以后你还是不要再冒险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赶紧给我彻底高垮 野家伤害 找我们应留事就可以 大山君 大山君 你放心 我已经给山官文轩下了毒 只要再给叶云长和乔镇天下毒 他们就会成为我的傀儡 任务败铺 好 太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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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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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你这招请君入望的计策 已经造效了 爹 幸好你没事 我都快担心死了 阵天 你长大了 于是闻得住 将来乔家有你在 我就算死了也安心了 爹 你不要乱说 你肯定长命百岁 我先回警局了 您早点休息 站住 你去警局干什么 我去调击人手 全程搜捕刺客 我和上官卿联手 已经试探出 他使用的是东洋武术 还需要全程搜索吗 东洋武术 怎么说他是日本人 现在呢 只需要对登记在册的日本人 进行顺藤握刮 暗中调查 就能查出这个刺客的真实身份 那范围就小多了 这可能是 影流社对我们家族的复仇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是 爹 您放心吧 仙城 你回来了 还没睡啊 文宣怎么样 我刚给他喂完药 早点休息 新晨 你今天晚上 是不是去云昌家吃饭了 嗯 我知道我比不上云昌 你也不喜欢我 天遥啊 你想太多了 我 我 安妖 是文宣 是文宣 文宣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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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猪啊 文宣少爷 文宣少爷 你忍一忍 你忍一忍 好痛 好痛 文宣少爷 文宣少爷 文宣 文宣 我在 我好难受 我在呢 文宣 文宣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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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下去吧 这里由我看着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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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无论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复灵草只有下毒之人才能解 下毒之人就是宋子清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 文轩平时很少结交朋友 遇到了宋子清之后就中了毒 不是他还能有谁 他偷靠日本人确实有可能下毒 你知道他操控齐兰德对付叶家的事情吗 知道 他为了控制云海市所有商行 下次还会出更狠的招 这个女人 我要杀了他才行 多情不义 必自逼 不用为了这种人葬了自己的手 你留下照顾文轩 我先出去一下 好 复灵草非常罕见 阿瑶为何那么确定 是宋子清下的毒呢 难道他知道了什么 要不再问问天涯 他要不再问问天涯 他们增加什么 chapters 我也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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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太厉害了 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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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中的这毒 听到现在 真是厉害 初医生 还看清你能救我一命 拜托了 我凭什么要救你 初医生 只要你给我解药 我就保你能活着离开道场 我看你还是给我识相的 赶快配出解药 不识好歹 我出些点事一会儿回来 给我看好这个女人 万一她逃跑了 已经给我切肤自尽了 好 田阳 田阳 行程 你怎么在这儿 先别问这么多 想办法拖延他们 让他们去找芙蓉露做药仪 我再想办法救你出去 好 我知道了 老爷 钱都已经兑出去了 已经没钱了 坚持药商的钱 不是已经给你的吗 兑钱的人太多了 就连给大小姐准备的钱 都用完了 外面的人说 再不给钱 他们就要砸店了 你去跟他们说 我正在想办法 一定给他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 好 老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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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骗了 有人把医馆里面的药材 全部都给骗走了 爹 不要紧 不要紧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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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静一下 都安静 都别讲了 我叶秋实 以商会会长的名义 向你们保证 三天 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收集到足够的钱 给你们 你们可以放心回去了 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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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我说 听我说呀 别吵了 别吵了 爹 西芬你怎么来了 我接到报案 说你们银行破产 你们要携款前逃 乱抢 我们叶秋 在岳海市经营几十年 什么时候干过坑人的事情 有人陷害我 这倒也是 西芬你先帮我们把人驱散 不然一会儿就真出事了 你说得对 这万一要是闹出人命呢 我们还得担责任 都散了都散了 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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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会长不是不讲信用的人 快走吧 他们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的 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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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快钱 快üğle 快 快衣 沐昕尘 跟我走 沐昕尘 赶紧把解药浇出来 我要是不浇呢 不浇 那你就等死吧 好啊 那就让你们上官文轩给我陪葬吧 天药 不能杀他 他死了我们就没解药了 住手 别怕 他已经中毒了 是吗 我的毒已经解开了 走 完了 让他们给跑了 看来暂时无法解除他的毒了 爹 我来我来 喂 你好 德国专家团已经到北方机场了 那他们过几天应该就等到了 好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云儿 你请的那些德国专家都到了 太好了 好是好 就是让他们看到我们叶家现在这么狼狈不堪的样子 怎么解释啊 哎 哎 对 希望别吓跑他们 哎 沐星辰呢 不知道啊 我去医馆找找他 嗯 好 哦 刺客 刺客在跟乔振坤和上官卿的打斗中受伤中毒 可以肯定 这个人就是达山传越 还有宋子清和达山传越是一伙的 立刻全程通缉达山传越和宋子清 是 把所有人都给我找出来给我搜 是 名字唯有 公公政府 你都没有破坏 让他問 我嫂子 驾 星辰 你去哪儿了这两天 你们怎么一块儿回来了